今天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 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景俊海强调 要坚持高起点开局 高标准推进 高质量落实 精心组织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身走实 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提供有力思想引领和政治保障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胡玉婷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景俊海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述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明确提出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目标任务 对主题教育各项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为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景俊海强调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是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 始终保持党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要求 是推动全党积极担当作为 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推动这次理论大学习 思想大武装取得扎实成效 一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主题教育总要求上来 把学思想强党性 重实践 建心功 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实现认识与实践 理论与实际 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高度统一 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主题教育目标任务上来 坚持学思用贯通 知信型统一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 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确保在以学助魂 以学增智 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方面 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三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主题教育重点措施上来 坚持边学习 边对照 边解释 边整改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最大效果 请劝海要求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开展主题教育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压紧压实责任 强化督促指导 注重统筹坚固 加强宣传引导 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既要当好组织者参与者 又要当好引领者示范者 各位省级领导要带头抓好理论学习 带头抓好调查研究 带头抓好问题解释和整改 带头抓好所在地区分管领域的主题教育 为全省党员干部做出榜样 省级县职党员领导同志 省政府秘书长及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安排2023年全省全民植树活动 审议通过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在全省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 吉林省委常委班子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安排等文件 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定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两山理念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率增长 扎实推进国土绿化 加快建设生态强省 全力打造美丽中国的吉林样板 要准确把握林草星则生态星的科学规律 全面推行林长制 深入开展第三个十年绿美吉林行动 推动实施东北森林带 北方防沙带 长白山森林植被恢复等重大生态工程 不断提升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 要大力传承和弘扬 植绿护绿 关爱自然的中华传统美德 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心中 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 持续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营造全民共建绿色家园的浓厚氛围 要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定不移加强揭杆权域禁烧 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持续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切实助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坚强屏障 会议强调 在全党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是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大部署 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各级党委党组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扛起主体责任 把主题教育认真谋划好 组织好 开展好 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省委常委班子要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 更实举措抓好主题教育 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标杆 做出榜样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要抓好工作统筹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日常工作 各成员单位要发挥职能作用 各方面齐抓共管 密切配合 切实形成工作合力 确保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取得实效 省委常委会会议结束后 省委书记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组长景俊海 继续主持召开 省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强化精神 坚持以学助魂 以学增志 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 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持续生化 见到实效 代省长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 胡玉婷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工作规则等文件 景俊海强调 在全党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是党中央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动员全党同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 而团结奋斗所做的重大部署 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牢记三个务必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医药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抓好主题教育的 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进一步助劳信仰之机 补足精神之概 把稳思想之舵 二要发挥职能作用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要主动参与研究 全省主题教育重大事项 重要政策 重点工作 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 开展主题教育的指导 同时强化协同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全省主题教育各项任务 落地见效 三要加强巡回指导 巡回指导组 要采取随机抽查 下沉走访 座谈访谈等方式 对参加第一批主题教育的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进行督促指导 对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 不达标的 要及时指出督促整改 对问题较多 工作不利的 要紧盯不放 及时纠正 对搞形势走过场的 要严肃批评 向上报告 确保全省主题教育顺利开展 高质量开展 贯彻落实党中央在全党 大兴调查研究的决策部署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胡玉婷一起 到中国一气集团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 景俊海强调 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音音 嘱托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 在生产管理科技创新品牌塑造等方面持续发力 以更大力度推动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顶梁柱作用 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贡献更大力量 景俊海胡玉婷首先来到解放这期总装车间 通过智能工厂制造运营平台 详细了解产品生产用户反馈等情况 充分肯定一气数字化工厂建设工作 要求有关部门组建全省数字化工厂建设产业联盟 大力推广一气经验做法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一气红旗繁荣工厂 景俊海胡玉婷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 强调要不断完善标准 改进工艺细化流程 更好引领吉林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调研中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一气工作汇报 现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景俊海强调 今年是中国一气成立70周年 一气诞生于吉林成长于吉林 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希望一气抢抓汽车产业新四化 发展机遇 深度融入吉林产业生态体系 在吉林全面实施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 发展六星产业 建设四星设施 促进六个回归等方面 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要着力在产业链条上纵严横扩 加快形成安全可靠 完整的汽车产业供应链 努力建成万亿级大产业 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迈进 要着力在先进技术上集成创新 聚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前沿领域 加大科技公关力度 加快成果转化进度 努力在自主掌控关键核心技术上 取得新突破 要着力在央地合作上走深走实 立足吉林总部基地 优化排产计划 充分释放产能 推动本地汽车产量再上新台阶 充分发挥奥迪一汽 新能源汽车等重大项目引领作用 吸引更多配套企业落地投产 不断提升本地配套和采购比重 进一步深化同各市州 以及省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重点企业合作 共同建强百公里汽车配套圈 不断增强汽车产业区域竞争力 省委省政府将继续举全省之力 支持一汽改革创新发展 全面实施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 与中国一汽并肩发展 携手共赢 胡玉婷在讲话时指出 一汽在吉林振兴大局中 地位举足轻重 作用不可替代 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一汽时的阴阴嘱托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强化央地合作 进一步挖掘潜力 提高一汽在即产能比重 要充分发挥一汽龙头作用 持续开展产业链招商 强化配套园区建设 在长春打造核心配套商集聚地 提升本地配套本地采购率 全力做强做大汽车产业集群 要推广复制一汽智能工厂模式 以数次赋能全省制造业提制升级 为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提供有力支撑 张志军 李伟 李国强 王子莲 邱献东 安贵武参加调研 今天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召开扩大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 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的具体措施 审议通过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案 高广斌强调 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和具体目标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注魂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要把大兴调查研究与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结合起来 聚焦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做出应有贡献 范瑞平 田锦晨 王少俭 贺东平 贾晓东 郝国坤 李中心出席会议 4号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印发 吉林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 并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遵照执行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6年4月14号印发的 吉林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办法施行同时废止 新印发的实施细则共分为 总则 调整情形 调整程序 调整方式 后续管理 责任和纪律 负责等7章共25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省各级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 政协机关 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 检查机关 以及列入公务员法管理的其他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 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今天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全省大兴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案 并发出通知 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全省大兴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案 从充分认识大兴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大兴调查研究的总体要求 科学确定大兴调查研究的重点内容 严格执行大兴调查研究的方法步骤 全面落实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要求等五个方面 对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大兴调查研究做出了全面部署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吉林省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成果新闻发布会 相关发布人介绍了近年来 吉林省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成果 及推进高水平开放一加五支持政策和行动方案的基本情况 今年来吉林省开放合作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良好态势 具体表现为贸易水平显著提高 招场引资到位资金连续四年保持20%以上增速 2022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出口增长42.1% 高于全国31.6个百分点 位居全国第五位 互联互通取得突破 全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分别达到4395公里 877公里 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 及浑春金扎鲁比诺至宁波青岛等跨境运输通道 2022年中欧班列成运货物10340标箱 平台能及实现跃升 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 浑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获批建设 2022年长基图开发开放新岛区 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总量七成 年均增速高于全省0.6个百分点 多元合作更加紧密 集设对口合作落实重点项目56个 已与11个省区市签订1加N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66个中科院项目落地吉林 成功举办13届东北亚博览会 7届全球集商大会 人文交流不断深化 友好城市增值60个 合作高校和科研机构超过百所 中国科技园建立8个国际联合实验室 中白产业园以5个海外科技园区 形成战略联盟 文艺团体请进来40余个 走出去240余批次 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340项热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一网通办 城市信用监测指数排名 持续保持全国前列 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户属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近期习近平总书记 对俄罗斯进行了博士访问的 社会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和关系 签署中俄经济合作 重点方向发展规划 联合声明 这对吉林来说 是历史性重大机遇 为此 東北省政务召开 这次全省开放发展大会 集中发布 推进高水平开放 一加五支持政策和行动方案 聚焦政策强化部署 推进吉林 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推进吉林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我想向进一步航实开放通道基础 着力畅通国际开放通道 完善铁路公路机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开放平台能及 发挥国家级园区引领作用 促进特殊功能区创新发展 招好沿边开放平台建设 规划建设开放合作新平台 扩大国际贸易规模 以重点产业重点项目 促进外贸质量提升 推进服务贸易发展 提升对外投资合作水平 构建多元合作体系 深化全方位对口合作 强化重点区域战略合作 推动央企再布局 民企大发展 外资快涌入 扩大科技合作 强化人文交流 推动文旅融合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为吉林全面振兴 释放新活力 注入新动能 提供新支撑 今年来 吉林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小话 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 和东北亚地区 合作中心枢纽 全面实施 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拓贸易唱通道 加快培育对俄经贸合作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浑春市位于吉林省东部 图门江入海口附近 与俄罗斯接壤 在浑春公路口岸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人员 货物从这里通关 江学庆在浑春 一直从事对俄进出口贸易 今年以来 他的企业已经在浑春口岸 出口商品车2700辆 创历史新高 因为那个不断优化 这个口岸的通关速度 通关时效 让国内的汽车厂商知道浑春 这口岸通关环境好 所以今年一个季度 就定了去年一年的量 浑春口岸 是我省唯一对俄开放口岸 可持通俄罗斯扎鲁比诺 弗拉迪沃斯托克等港口城市 是中国对俄贸易的重要通道 随着中国两国人员往来日趋频繁 浑春海关 浑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联合一站式查验 不断优化通关模式 推出整车出口高速路 新货产品优先放 以及跨境电商零等带等措施 推进了中俄贸易的稳定增长 为了满足企业的需求 进一步扩大这个进口贸易 所以说我们采取了 这种7天10小时的工作制 进一步加大这个双方的贸易 自年初以来 我们延时闭关一共是200多小时 便放7000辆车辆 多年以来 浑春市开通了经俄罗斯扎鲁比诺港 至中国宁波上海青岛等地的 内贸外运航线 成为连接中国东北地区 与京津记长三角珠三角的 重要沟通协作通道 为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浑春市进一步完善于铁路海关等单位的 大通关协调服务机制 实现铁路口岸7天24小时通关 2022年9月 俄罗斯清建能源班列 浑春市莫斯科 整车集中箱班列也相继开通 我省对外贸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浑马铁路自去年9月份以来 进出口贸易量近180万吨 同比增长近五成 仅今年一季度 整车出口670辆 清洁能源钻列过货近2200吨 长荒荒搬列过货近1700吨 2022年浑春铁路口岸 进出境搬列 产业效率大幅提升 浑春公路口岸优化货物 交接模式 单日日均通行能力提升至100台 对俄汽车钻列 清洁能源钻列实现首发 今年以来 吉林省持续加大通道建设 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计划到2025年 将基本形成 北街黑龙江面向俄罗斯 南街辽宁面向环渤海 西连内蒙古面向蒙古和欧洲 东连日本海面向东北亚 内联外通便捷高效 功能配套的大交通 大物流 大枢纽 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全省铁路通车里程 突破5350公里 高铁运营里程 突破1400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达到5000公里以上 国内外地区航线 达到240条 近年来 沃省以三美三境为标准 在农村开展干净人家创建活动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由村村干净 向家家干净转变 来到东风县大兴镇福利村村民 孙上凤的家 院门口悬挂着干净人家牌子 庭院干净整洁 农机具摆放整齐 孙上凤告诉记者 自从村里开展了 干净人家创建活动 大家都主动把自家收拾的 干净整洁 为了推动当地 干净人家创建工作 辽园市通过 因户失策典型带动 严格评选和正向激励等措施 把美丽庭院 干净人家创建工作 向纵深推进 2022年 提升创建省 及干净人家2万户 在黎树县黎树镇巴里庙村 刘淑梅的家里 屋里窗民激进 一尘不染 家家户户都是非常干净的 因为环境美 心情才好 都互相比较 他家干净 我家也干净 为深入推进 干净人家创建活动 黎树县也推出了 积分兑换家模式 发挥文明实践超市激励机制 鼓励村民积极参与 干净人家创建当中 以物质精神双重激励方式 引导广大群众 培育文明习惯 树立文明新风 目前像这样的文明实践超市 我们黎树县共有54家 为干净人家创建活动 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2年 我省干净人家创建完成 23万3725户 超额完成15% 2023年 我省干净人家创建活动 正在稳步推进 确保完成20万户 年度创建任务 下面来关注 本期的央媒看净林 4月5号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闻 各地缅怀英烈 传承红色基因 其中关注了 吉林通话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开展的网上拜夜活动 当天 央视新闻频道 以吉林通话 杨静宇烈士陵园 清明继英烈 封碑立前行为题 报道通话市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等650多人 在杨静宇烈士陵园 参加精明继英烈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拼搏力量 4月4号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远方的家 以中国自然秘境 白山黑水 虎啸山林为题 报道通过 从麒麟省浑春市的 青龙台林场 进入东北虎报国家公园 巡访百兽之王 东北虎的踪迹 4月5号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 一粒种子书写土特产大文章 其中以白城燕麦 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 以打响知名度为例 介绍国内有一定规模的 燕麦桥麦加工企业 从十多年前的不到20家 增长到目前的150多家 4月5号 人民网办的好专栏刊发新闻 早市摊位少 卖菜难 吉林松原设立便民早市 卖菜买菜不再难 报道吉林松原一位农民 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 反映卖菜场地问题 问题得到了迅速回复 并予以解决 受到网友的点赞 4月5号 新华网刊发题委 吉林原池失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引来12只中华旧杀鸭 繁衍栖息的新闻 4月4号 中国新闻网刊发新闻 四省区联动开展专项招聘 推动更多人才留在东北 关注吉林省将开展 创业奋斗就在吉林 促进高校毕业生 留级来级就业 即正校企对接专项行动 联合辽宁 黑龙江 内蒙古三省区人设厅 共同启动战略联盟 联动开展专项招聘 近日 随着我省上半年 最后一批起运的 入伍新兵抵达军营 我省今年上半年 新兵起运工作圆满结束 上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 我省各级征兵办 广泛发动适龄青年 踊跃应征参军 为部队选拔输送优质兵员 据了解 在我省上半年征兵工作中 共有超过2万名 适龄青年报名 被批准入伍青年中 大学生比例超过60% 我省根据阳光征兵实施办法 在订兵运送阶段 通过公开临选 与电脑随机选择 结合的方式 确定新兵名单和入伍去向 面向社会进行攻势 接受群众监督 作为一名即将入伍的大学生士兵 我将牢记 我身上这套军装的职责与使命 当一名强军好兵 刻苦训练 建功军营 报效祖国的中国军人 为帮助预定新兵 扣好从军第一例扣子 征兵工作开展过程中 我省各级兵役部门 还组织了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的疫情教育 通过红色教育 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打牢预定新兵思想基础 帮助预定新兵 深入领悟 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内涵 我参观红色一致 让我对从军有了新的认识 一身军装不仅是荣耀 更意味着责任 我将牢记这身军装的使命 争取现身强军伟业 昨晚2022-2023赛季 CBA联赛展开常规赛 最后一轮的较量 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虎队 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 最后一个对手 广州队 四截击战过后 吉林东北虎队 以87比104不敌对手 最终 在本赛季常规赛中 以20胜22负的战绩 排名第11 成功晋级季后赛 季后赛首轮 采用三曲两胜指 将于4月9号打响 分在下半区的吉林队 将在4月10号 客场对阵排名第6的北京队 眼下中国一系正抢抓 汽车产业新四化发展机遇 深度融入吉林产业生态体系 立足吉林总部基地 充分释放产能 节目最后 跟随镜头走进中国一系 红旗制造中心繁荣厂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头走进行圃啊